暗門哥有什麼事? 這麼有型呢? 先說回這件事 大家請不要奇怪 為什麼我們倆戴著黑超 是因為黑超除了襯衣服之外 為什麼那些人可以戴黑超 大到這麼出名的呢? 出名到你也不相信 出名到碧咸也找他 出名到碧咸也找他 出名到碧咸也找他拍照 甚至是 你玩一下鹽,玩一下刀 那個 戴黑超我們也不差 知道我會說誰嗎? 不知道灑鹽那個 每天都拿著一把 很難讀的名字 對 他的名字叫做 魯斯雷特沃克切 簡單一點 他叫做灑鹽寶寶 這是土耳其名字 我真的不會讀他的名字 我真的不會讀他的名字 我也不會讀他的名字 類似 類似是這樣的名字 我覺得他是一個KOL 他不是Youtuber 但是你在Youtube上也會找到他 很爆 但他最厲害的是他Instagram 是 Instagram 因為我也是在Instagram 認識他 兩千幾萬Followers 哇 差不多整個馬來西亞 兩千幾萬Followers 基本上是 多於很多足球明星 我看到 多於一個國家的人口 很多時候都 香港只有七百百萬 只是灑鹽 只是灑鹽 其實我們為什麼要說他呢 他本身是一個土耳其人 他經常是一個大全虎黑超 他是一個廚師來的 他開餐廳的 他也是刀法如神的 你看到他一樓 然後就有一些很sexy的女明星 又被他餵 又跑光了 甚至是 都願意的 都願意的 很爆 但是他就在美國的紐約 馬克頓那裡開餐廳 有幾個地方都有 我覺得他作為一個 我想他是一個 溫得很漂亮的 廚師格的KOL 然後用這一招 就 謝霆鋒也學到他 差很遠 我知道 謝霆鋒也有很多粉絲 你別這樣說 我認為他的姿勢 不一樣 他的姿勢 他和他不一樣 其實他在一個廚師的角度 變成了刀神 變成KOL 還是很短時間 很短時間 因為他有17年 他的影片 在Twitter 第一次爆是17年的一月 基本上到現在為止是兩年 簡單一點 我們用他一個豬肉佬這樣計 一個豬肉佬可以去到這麼好 當然他本身有些肌肉 有幾帥子 但是他呢 年輕過我很多 剛才楊家成 和這個耍炎BB 他們是同年出生的 對 還小過我 1983年 他們三十多歲 前度沒有限 我們這些老餅 這些筍盤 很年輕的 沒有沒有 本能量 我們這些老餅 已經收了皮 所以我們今天 戴眼鏡 都是偷下 耍炎BB 不知道我們可不可以 或者手上做另一件事 都是要戴黑照 但是我覺得呢 在這個事業上 我們男人都是要講事業的 是 主要是想說一下 怎樣可以他們 剛才那個楊家成 和這個 他利用了任何網絡上的一個頻道 一個平台 任何一個管道 是綜合了他的生意 是令到 我已經不知道可不可以叫做高峰了 我其實呢 我覺得這個 是叫做最低成本 而最高效益的自媒體 是 你很老實 你一個2600萬的Instagram的粉絲 你鋪一條影片 引起廣告效益 你都不知道要多少錢 在賣廣告 賣報紙 賣雜誌 才賣到 賣電視高白 你一條Instagram 或者是YouTube 已經是爆紅了 嗯 其實他們結合了 那個廣告的效益 是去到幫到公司是很多 因為我現在忽然之間 想飛去土耳其 去那間餐廳 那裡吃 我覺得是有一個虛榮心 或者有一個 哇 終於見到你這條獨臂刀了 好像有人不告訴別人 我來過 我見過這一個人 我見過這一個人 即是他們是很成功 還有如果你說 喂 去學英文 和我楊嘉誠拍一張照片 以為你懂英文的了 和他拍一張照片 是啊是啊 因為你和他溝通到 其實呢 我想告訴大家 我們做事業 做男人 我們都是事業為重 是 如果你的事業 可以結合到 你在自媒體那裡 是幫到你很大 那我想問一下 加上 我相信和我說的話題 都可能有一點點影響 為什麼呢 因為我 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去 介紹過任何 關於 或者用任何橋段 去把我的工作上 任何 相關工作上的東西 在這間店裡出現過 那當然 我想不想 好像他們那樣 爆 我想的 不如我現在訪問一下 你做什麼的 建築 其實我主要是做建築行 成包廂 我不如把你的事業 帶出來 好了 你是做建築的 做成包廂 你的客戶是什麼 我客戶是發展商 發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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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負責哪一派 中文負責 中文負責 是 高樓大廈 我們通常在香港叫做建築 嗯 那 你是負責哪一派 主要是 叫做什麼 我可以怎麼叫 中文 Siband Firmwork 喂 你問對人 我其實是地盤佬 是 我14歲就做麥斗 走麥斗 然後就17歲 16歲就去了做拆糧 拆糧和麥斗 都是差不多的東西 不過一個就拿著鏡 嗯 一個拿著鏡 接著我又拆完擦糧之後 就做了 方文 最後做了 Sight Agent 那我就現在知道你做什麼了 你主要 我們做建築 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就是最後一個環節 我們釘板 炸鐵 最後都是為了落石屎 對 沒錯 我們一切的prepare work 就是最後一部分 就是拿著 鎮不鎮的貓王 那支 來鎮石屎 落石屎 你就是負責那一部分 對 就是判那一部分 對 對 我們香港俗稱為三沙 三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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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十康 十康就是二判 大判就是發展商 接著給了一個 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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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給你十康 你這個位置叫炒三沙 可能你就拿了一些樓面的面積出來 就判了 我就幫他落石屎 多少錢一撕 或者我們這個project 你是扮tender還是怎樣的 什麼意思 你是扮tender 對 扮tender 對 對 對 只要落石屎 那一部分 我本來有一間合法的建築公司 可以成交來做 是的 是嗎 那個是我主要的小生意 主要的小生意 主要的小生意 主要就不是小生意 主要就是收入來源 那希望透過這個頻道 就希望就好像結合了別人 楊嘉誠搞英文 或者灑鹽BB 開餐廳 你落石屎 就要震貓王 你要弄成貓王 要不然 因為你要拿著震筆 那個頭髮 跟著震筆 為什麼要震呢 因為我做騙足 你真是問對 我們釘板炸鐵落石屎 我們最怕的是什麼叫黃蜂頭 你是不是叫黃蜂頭 你不知道什麼叫黃蜂頭 黃蜂頭是什麼呢 我們以前做建築 現在也是 你落石屎的時候 有些叫震船 震筆 震筆是將那些空間 就是density 去包 就不會有空間 如果你沒有震筆落石屎 你一拆了板之後 它會凹凹凹凹 我們那些叫黃蜂頭 馬來西亞叫什麼 我們叫舖 因為事實上是舖 我們在香港叫黃蜂頭 如果一有黃蜂頭 我們以前的inspection 叫ASD 如果政府 或者有些叫抗收藤 顧問公司 你死了 有黃蜂頭 很嚴重的 因為有空間 對 因為你會影響到 收藏 會影響到 structure 是的 我們有條鞭 或者有條河頭 尤其是你 你落最多窗尾的地方 鬼鼠位 你本身不漂亮 你就會有黃蜂頭 是 不過我們講這些 可能觀眾沒什麼興趣聽 大哥 我勾起以前的回憶出來 其實如果我們在馬來西亞的朋友 如果有發設商 你說阿滿 OK了 你拍YouTube 我知道 我們香港叫石屎佬 這些 這些人都是這樣叫我 石屎佬很高為高人 我記得我在二十幾年前 二十幾年前做建築的時候 落石屎佬是二千多元港幣 現在我不知道多少 我想現在還是貴一點點 但是因為落石屎佬很辛苦 而且如果你記得有條片 在國內落石屎佬整個樓面collapse 整個樓面collapse 是很大機會有工商 因為他們的樓頂 不是很漂亮 我們叫做樓頂 做到不好 就可能會很工商 不要說得太專業了 所以其實這個是很艱辛的工作 很艱辛的工作 而且你要計算那些 比如說你的面積 裡面很多專業的東西 給你多一分鐘 你介紹一下自己 為什麼要找你 很漂亮 那些人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不找我 哈哈哈哈 先喝多藍茶 那你給多三十秒 你介紹一下 為什麼要找你阿門 因為首先 跟我的樣子沒有關係 就是我一個比較麻煩的人 麻煩什麼呢 就是什麼呢 我以為我平時穿得乾淨 我沒有去看衣服 我都是走到外面 搞到身水身寒的人 就是想說那個責任 主要是這件事 OK 即是一定 就拜年姐 拜年姐 拜年姐 是吧 好 我們 我們選擇建設計師 在柳洛石舍 記得找我 謝謝 謝謝